Zither Harp 一座城市的标签 有时候细逐气味 汲取门前见湖水 酿得少酒万里香 对于少型的人来说 酒香是无论走到哪里 都无法淡去的故乡气息 是根植于内心深处的情感密码 无论何时何地 当阴暈的酒香一起 属于少型的味道 就会孤孤而来 少型 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 一座有着2500年厚重文脉的 历史名城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 无数文人默客 都醉心于这片青山秀水之中 他们为这里的湖泊山川 留下了数不尽的诗词歌符 时光荏苒 这些遗落在历史长河中的 风流人物 会成一曲唯婉动听的乐香曲调 向我们娓娓道来 满排的历史上河中的 属于子 好命为我生 两千百年几乎争 生这明镜的地亚生 你又问过地云 你的明日数不为我情 千岁几岁把大雨 年往许生 大来为我动 长夜寂寞一抹尘 为几天下众地为我命 今生云为路由 差得往这些情的情 心有大神皇 这个神皇庙历年来鲜货不断 特别是到了农历9月22至9月27 这几天这个地方是非常的热闹 基本上这个地方记得设计不通 因为这地方来要举行 一年一度的神皇庙会 司令八乡的乡亲都会相聚在这里 祈求神皇大帝 保佑天下的黎明百姓 风调雨声五个风登 那么到时候 这个西台上我们要演出的设计 我们绍兴的地方西区 绍节 越节 莲花乐的节目 在这里轮返的上沿 《八六小生套来》 《八十花哨为平》 天出现 我还要爸爸说你情覽 情 жить 小许一场那一位个病 只见藏学特费阿明 小许车东说年纪康熙的年 那大车东的说地方车东阿扫兴 大清早扫兴的衣服滚白云 丧结归 雨阿扬雨云 《莲花烙》是一种说唱兼有的传统曲艺 表演者多为艺人 自说自唱 以唱为主 兼以加白 边唱边说 易扬顿挫 颇有当代民谣之风 在许多年前的绍兴 如行淫世一般的莲花烙艺人 以酒为伴 用它们特有的语言方式 表达艺术 唱出了这座城市里 独特的市井气息 方言本是乡土文化的重要载体 语言学家刘半龙曾说过 方言是一种地狱的神威 绍兴方言以及渊源古老的文化内涵 和独特的地狱文化气息 成为民间文化的精粹 甚至在白话音中 还保留着不少中原古音 细细品味 余味无穷 一句句方言 凌聚着很多人关于故乡籍 多年来 尼齐全在绍兴电视台 主持一档方言节目 诗爷说新闻 他用绍兴地道的幽默风趣 诙写夸张的语言 讲述百姓自己的故事 身守当地市民的喜爱 绍兴师爷 这个明清时期成为一个文化现象的名词 便隐然昭示着这方水土人的比性 半辈子唱进绍兴的市井人家 烟火生活 尼齐全对这座城市的激励 有着最为地道的理解 势力于推动莲花烙的发展传承 也是他作为一个传统曲艺人 对于传承绍兴传统文化的 最好理解与时间 心想啊只做一伤 一日却少一安宁阳 可让白楼一根音质 深深刚刚 嗯把味果凉 嗯把两个音质做好的 他将是我叫苦江阿江 照他们这批学生的目的 是把我们这个莲花烙的 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教这批学生呢 有一定的难度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语境观 语言环境啊 它都讲普通话 那么我们这个莲花烙呢 要说方言的 那么现在这批学生 中学的招来的时候 他们都讲了普通话 最难的这是语言调整 而且呢 由他们上台演出 我们的这个观众的层面变了 本来我们都是老年观众 他们在台上演出 青春亮临 下面有年轻人都多起来了 不管是在电视台里 用方言做节目 还是在莲花烙里 用方言唱故事 故乡绍兴 对于这个年近七十岁的老人来说 就是一曲 如歌的行版 在绍兴 这座处处充满传奇故事的水箱名城里 人们对戏的戏爱 已融进了这座城市的文化中 基因里 吴凤花 浙江绍兴人 乐剧演员 提起吴凤花 孰心乐剧的观众 脑海中会立刻浮现出 他所塑造的逐多戏曲人物 这个剩下 吴凤花 吴凤花 正在为青藤狂歌 徐卫 全国巡演 做着锦罗密鼓的准备工作 徐卫 这位剧中人物 对于出生在绍兴的吴凤花 无疑是很熟悉的 但随着创作的深入 对于人物心路历程的不断感悟 让吴凤花 对这位儿时家喻户晓的青藤监生 有了更为深刻细致的了解 青藤狂歌徐卫 也是作为书法之乡 绍兴一张有特点的文化名片 那么作为土生土长的绍兴人 能够演绎本地域的一个文化题材来说 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么其实文本出来以后 对我们年轻的乐剧来说 还是非常具有挑战性 吴凤花告诉我们 从小听故事里的徐卫 和历史中真实的徐卫 是完全不一样的 民间故事中的徐卫 是机智与诙谐的 他是绍兴师爷的代表 但其实徐卫的一生 却充满着悲剧死财 每一生专刺 算定一刺药 半生落魄 已成翁 独立书斋 萧晚风 笔底明珠 无处迈 闲抛闲置 也藤中 这是徐卫晚年的悲情诗作 道出了自己苦难摧残的 命运之歌 作为一代宗师 徐卫的艺术造诣 让后人仰慕而不及 他的传奇人生 更是后辈一人书写创作的 生命存在 这次乐剧青唐狂耕 正是通过讲述 饱受命运摧残 历经人格锤炼的徐卫 和一个孤独的 泪痕满面的徐卫 歌颂人间真善美的 人生态度 按照徐卫 他在书画界的声誉 对我一个乐剧演员来说 在创作上有一定的难度 再说这次导演韩建英 包括编剧于清风老师 他们对这个原创剧目 有他自己独特的构思 台上永远只有三个人 三个人要撑起一台戏 你想两小时一刻钟的 舞台呈现 对我们演员来说 无疑就增加了 很大的一个挑战性 刚开始确实是 前半个月吧 我一度迷茫 也是我从一三十年来 从没遇到过的 这样一个就是尴尬 觉得找不到点 在导演的启发 这些梅花枪演员的 共同的创作 磨合之下是 七月三十一号 在绍兴首演 那么今天的诸记 其实就是 全国巡演的第一站 该戏的五美灯光成为一大亮点 在演出的过程中 只有三位主要角色 出现在舞台 其他背景演员 都以影子形式 出现在幕布上 视觉效果颇为奇特 主创人员的大胆尝试 让观众身临其境 耳目一新 街向深处的青藤书屋 依旧每日迎接着 来往的游客 而院子的主人 留给后人诸多的敬仰 和感叹 还是那一株青藤树 还是那位 挥笔狂歌的徐文长 而这一曲 唯婉动听的乐香曲调 到处古城绍兴的 人间冷暖 在绍兴建城 2500年的历史中 这方水土的人们 始终不断地和自然 做着斗争 从上古时期的大雨治水 到五月春秋时期的 勾建灭雾 再到近代史上 秋景 许心灵等辛亥革命志士 无一不是在用 其刚毅之谷 感谢一座城市的命运 与未来 有人就有戏 有戏就有台 作为戏曲之乡 绍兴的戏曲 有着深厚的民间土壤 孙悟空三大白骨精 是少剧的经典代表剧目 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宏集一世 之后又拍摄成电影 少剧版美猴王 享遇海内外 音乐 高亢的少剧 清丽的乐剧 塑造了绍兴人 刚柔并济的立体性格 绍兴这座城市 有着山温水软的灵秀风景 也有无悦之君 街上涌的传统 无与闻 刚与柔 如三十六元之水 混于剑湖 滋养影响着这片土地 也滋养着绍兴的戏曲文化 2012年 浙江少剧艺术研究院 正式成立 院团以浙江少剧团为基础 承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少剧的保护传承工作 近年来 剧团通过改编传统剧目 积极培养新一代的少剧演员 让少剧这门古老的戏曲艺术 心火相传 好戏连台 岁月流转 在一声声唱腔中 少新人看似漫不经心地 打造起了属于这座城市的文化性格 珍惜传统又富于创新 含蓄内敛又激情勃发 平和安逸中却不是争容个性 书法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少新作为书法之乡 因王羲之而得名 也因为王羲之 少新拥有了一座书法史上的封碑 蓝亭集续和蓝亭 玉格良 浙江少新人书法家 二十八年前 因为酷矮书法 他来到蓝亭工作 与蓝亭的缘分 自从节下便再为断过 就是书法不是随随便便的就可以成为书法的 我们的一点一横一竖 也不是随随便便的来进行书写的 它是要把你的这种对于世间万物的一种变化 一种体悟 一种你的审美 甚至于你的情感表达在一点一话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当这个过程你能够融入进去的时候 这就是真正的书法 永和九年的那场盛世 成就了千百年来的书坛传奇 也为像玉格良一样的书法爱好者们提供了一方精神寄托之地 自从来到蓝亭 玉格良的生活与工作 就与书法再难分割 年轻的时候 他曾在蓝亭做善面书法表演 让沉醉于蓝亭的艺术与历史中的游客 能够更进一步领会书法艺术的精妙 因为到蓝亭工作以后 就是王羲之给老太太写善这样一个故事 我们仍然在延续 相当于我们曾幼泉宜峰 这个老所长胡雄先生 他经常会给一些游客 一些书法爱好者进行善面上的体制 什么儿子 去水流上 体写 然后也广受欢迎 那么我作为一个书法家 青年书法家进入蓝亭以后 当然了也是纯承王羲之 幼泉宜峰 也在山面上为游客进行书写 每一天踏过蓝亭的一块块青石板 穿过蓝亭的一块块楼台石碑 蓝亭的每一个故事 每一段历史 都在玉阁良心中百转千回 对王羲之的理解 我对蓝亭虚的理解 就是我们必须在前任的技术上 与事俱进 这个才是王羲之所应该看到的 如果我现在写出来的字 跟王羲之一模一样的 王羲之在天之灵可能要打我了 就是你到底明不明白 书法的精妙在哪里 你就是为蓝亭的守门人 你这样一个临摹来临摹去 抄来抄去抄我的东西 有意义吗 这个才是真正的 包括现在我们当下 比如说绍兴这样一块土地上 绍兴并不大 为什么出现了那么多书法家 历史上的 王羲之 宇世南 倪元路 徐卫 赵之谦 徐生翁 当下的沈宁安先生等等 为什么 就是一直是与时俱进 不断探求 不断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 如今 作为绍兴知名的书法家 玉格良更是将对书法艺术的热爱 融入到对书法的创新与突破中 玉格良认为 书法艺术的魅力 在于点横撇纳间 莫运构建起一个 关于自我 外界的哲学 在这个哲学体系里面 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的关系 自然形成了 对待事物的哲学观 千百年来 书法这门艺术的魅力 正是在于彰显个人独特的气质 以及对世界的理解 横竖撇纳 年复一年 这个绍兴的书法家 用自己对书法艺术的理解 诠释着书法 这门古老艺术的博大与美丽 说起绍兴 还绕不开的 是一位名幻鲁迅的人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 最伟大的思想家 作家之一 鲁迅笔下的绍兴 是那个时代 江南水乡最为真实的模样 在他的诸多作品中 都少不了对绍兴戏剧的描绘 这也正是先生 对于家乡一丝美好的记忆 如今 久远的曲调 依旧回荡在乡间 高堪的声枪 依然响彻在那 罪人的戏台上 作为戏曲之乡 孝心的戏曲 有着深厚的民间土壤 将军啊 莫与你天赐 两愿陪父亲 从今后 谈兴兵乱在梁不离 离花无声帅 煞兴兵乱在梁不离 赐兴兵乱在梁不离 我女 独有机 杨炯 浙江少星人 少剧演员 自幼成长于乐剧世家的杨炯 却以母亲的建议 成为了一名少剧演员 虽从小就跟随父母的剧团 到各地演出 但杨炯对于少剧的喜爱 还是从细校的练功房里开始的 从小接触的是乐剧 没有碰到过少剧 然后进入培训班以后 老师让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学会说少心话 少心话根本什么话都不会说 然后真的是每天都是说 跟老师交流 先学会说少心话 才能唱好少剧 这个过程还是比较艰难的 就是说特别是咬字 就比方说乐剧是 C 少心话是 C C跟手 然后我通常每次 比如说念白口的时候 就会冒出一些盛中话来 然后老师都会说 哎呀你不对你不对 然后这个过程 有点艰难 然后接触了少剧以后 我其实是 就是爱上了少剧 因为乐剧基本上是 扎靠之类这些是比较少的 然后少剧 金剧都会有 少剧 而且是以武为主的 就是说少剧是文武兼备的 经过自己多年的努力 杨炯作为浙江少剧研究院的新生演员 成长迅速 在剧团领导的支持下 他大胆吸收新的戏曲元素 有装扮入手 宠文经典 老戏新装 从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的白骨精 到女调中的玉芙蓉 杨炯重新塑造的传统角色 多了几分亮丽端庄 少了几分恐怖凄凉 努力地探索尝试 得到了前辈师长的肯定 博得了新老细腻的赞赏 少小学少剧 相应却无改 对于杨炯来说 故乡盛州 一直是他汲取能量的地方 杨炯这次回乡走访的 重人古镇 正是在这一片 秀美山水中 流动着的 生动历史 位于盛州西部的重人古镇 兴建于北宋新营年间 受皇帝赤锋的一门求士 从雾州分迁此地 求士与崇尚仁义为本 顾名其地为重人 重人是一座美丽幽静的江南古镇 至今为止仍然保留着 庞大的古建筑群 虽然历尽千年 但是风貌依旧 这里的古建筑连片成群 有着宋朝一风 清明特色 声音是一种记忆深处的家乡密码 对于绍兴人来说 每当亲密的乐剧 激扬的少举响起时 属于一座城市的独特记忆 就会被打开 人们在这里寻得了最为本真的归属 古城绍兴 也正是在这样的渠调中 穿越千年 不断走向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